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碳揭露 这么一开始 我们先来听听市長 要跟我们说什么 大家好 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 国际碳揭露组织 针对全国850个城市的 碳揭露状况来进行评比 台南市获得了A等级的成绩 全世界只有105个城市获得 A等级的认可 这是台南之光 也是台湾之光 低碳城市一直是台南市的施政重点 尤其是碳减量以及空气品质管理 还有阳光电程的计划 碳减量的目标 让人均温室气体量 由2010年的14公吨 降到2018年的11公吨 下降了20% 并且回到2005年基准的年排放量 空品管理则是整合18个跨局处 推动量力晴空计划 在108年蓝天比率 77%创历年新高 鸿亥的日数则创下历年新低 统计到108年底 台南的太阳能光电设施容量 高达1360百万瓦 可提供超过48万户的家庭用电 吸引投资金额高达951亿元 预计到111年 也就是后年年底将达到2DGW 也就是2000百万瓦 未来台南市将以绿电为基础 持续完善能源政策 打造低碳永续大台南 我们知道气候变迁 从上个世纪开始 一直引用到我们的地球 对到我们人类的引用 的社会非常大 所以节能减碳 现在已经变成是国际语言 那么我们台南市政府 为了要来输入节能减碳的行动 也要跟我们的国际来接轨 已经默默耕耘这么多 那么在今年应该是去年 我们立到国际级碳接路的 这个阶级的A级城市 这是一个很大的输入 因为全世界都有850的三市 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够的A级 这是不简单 那么显示我们台南市政府 要因应这种节能减碳 我们有很具体 而且也有很好的成绩 来充分给我们的民众 那么什么叫碳接路 我在想我们的乡亲朋友跟我认识 有点的疑问 不是说给他食材 那么我们今天要邀请的专家 也是台南市区保局局长 谢氏杰的局长 来跟我们的乡亲朋友 来报告 我们这个探接路 他的这个得奖的过程 跟我们分享他的心情 而且也跟我们的乡亲朋友 来报告我们的探接路 一些工作内容 现在我们先邀请专家 跟我们的乡亲朋友 来拍摄一招 专家你好 主持人 跟我们台南乡亲 给所有的乡亲大家好 是 刚刚我一开始就说 说这探接路 你说我们现在说什么 节能减碳 大家听都有 是 但是探接路 好像我们很陌生 听起来更陌生 对 是不是 今天你头发的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机会 就刚刚给我们的乡亲朋友 来做一个介绍 其实探接路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国际组织 他针对这个气候变迁 希望能够在投资上面 做一些风险预测 所以想诈起 我们包括瑞士银行 汇丰银行 这些比较有很大的投资机构 这种 他们要去做投资的时候 要做一个评估 评估什么呢 评估说要投资这个行为 是不是后面会因为 气候变迁的关系 这也有风险 有什么风险 可比说它的产业链中断 就是说这个瑞士有据碳税 或者碳交易 所以呢 开始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揭露 这个评估啦 对 把这个碳的这个数据呢 可以呈现出来 呈现出来 他们要去做风险的评估 所以呢 一开始是这个企业在做的 但是后来呢 一些 有些 评估也认为说 这个碳揭露有的需要 因为 地方政府 担对这个气候变迁呢 他也有一些因因的做法 所以呢 CDP这个组织呢 不过来就 也纳入了这些政府的组织 当然依评估为主 所以现主是呢 投资的 参加这个界隐的国家 差不多850个国家 这些企业有8500个企业 就是说这些企业 要倒出进去做评估 当然 从参加时来说呢 就是可以做一些反驳 和气候变迁的厂格 所以这是一个 兼对这个碳 这个揭露 这个数据 要做一个整个环境评估的组织 刚才我们有说 说是国际议员嘛 所以这不是官方 民間 企业 大家都要共同动起来 所以每一个层次 每一个这个阶层 都要连贯起来 不然这样冤枉的做 我们民主不做 其实也没有办法 做到那么好的这个行政 要的四倍功半 对 所以我们民間企业 还有我们政府 大家做会动起来 这个效率会更快 我知道我们局长 其实在要合并升格进行 我们抗贪在时代 他也是很优秀的 这个传播局长 在做秘书长 所以在当中 其实他就有很好的表现 那么这次我们启动 防卫者再把他聘车回来 就是看到以前 这么优秀的表现 不可以让这个人 轻松 不可以放给他去那里 营营 要让他更大 更重大的责任 那么我知道 我们过去 其实对我们局长来说 过去我们宣布教的一些业务 你也很熟悉啊 过去我们市政府的 宣布的成绩 也一直都很好 比如说我们的节能减碳 在我们台南市 在南区的低碳示范程式的第一名 这个不是要让你这个线 就是说总是你们的成绩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延续刚才说的这个 全世界参加这个CDP的作品 有一百二十个国家 八百五十个成绩 那得到A级的 A级的有一百零五个 就是说差不多前面10%到13%的 的程式可以得到这个A级 带南区得到A级的 要分四级ABCD 所以我们是在前段班 第一名 对对对 优等啊 很优质 那其实这个部分要归功于 之前我们就有想要做一个 低碳的这样一个规划 所以这是延续 对对对 所以我们在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就是县市合并之后 那因为其实那段时间 不管是台南区或台南区 然后在合并之前 其实财政状况都没那么好 刚好那个时候环保署 有推出一个 就是有关做低碳示范的这样一个计划 那北中南东 要选四个城市 那当时因为台南之前在环境的相关议题 都做到都没错 所以环保署也因为说 包括我们的资源回收 还有一些绿能的等等的规划 他觉得说台南区可以做一个喜欢的程式 所以本来才算台南区做南区的一个 一个简单减碳的示范城市 那么就是说我们之前的耕耘 这也不是说一天突然间冒出来 我们之前一定有耕耘 因为这碳这是环境 这是循环的 不可能说像我们突然间让它冒出来 它就会冒出来 就是我们平时就有耕耘 在这方面我们局长在这方面一定会花了很多心力 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过程 其实这段时间长期以来 就是针对我们现在针对这个减零减碳这一块 其实一开始我们是针对这个资源回收 也许有讲说资源回收跟碳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 当然有关系 我们剪掉了一些垃圾 就是说慢慢再生 再生就要... 对 甚至于我们资源回收物拿起来之后 我们的垃圾量就比较少 垃圾量比较少之后 去烧的本数就比较少 对 产生的二氧化就比较少 对 烧的本数比较少的时候 你排碳量就相对降低 诸如此类 我们就是一步一步去经营 让我们减碳的绩效能够越来越好 所以我们想炸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每年的排碳量 我们是从100年开始 逐年的降低 到现在已经降低了30%左右的排碳量 所以我们一年一年在減 而且我们官方有时候是做一个示范 民众有时候他们也是不愿意 只不过就是说没有一个追寻的方向 政府做一个标准出来 或是做一个领头样 然后民众慢慢的 其实我们自己都感受得到 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说要做环保 不然我们以后这个地球可能无法再大下去 无法再升级下去 那么这危害到我们的健康 危害到我们的生命 那么在这个当中我知道说 我们让民众参与的 我们让民众参与的很多 有一种叫做什么参与式的预算 这专有名词 有的现在民众我们都听不懂 这个所谓的参与式的预算 就是说我们以前在做什么价位 或是做环保的工作 都是由上到下 所谓由上到下来说 你的政府顶好整机 你就照做这样就对了 但是这样呢 有听政府在拘留的时候 可能到实际面无法完全的密合 所以后来渐渐的公民意识抬头 就是说民众要参与这些公共事务的时候 它总要有一个方法 一个出口 所以后来我们就渐渐的调整一下 希望是由下而上 我们估一个例子就说 我们社区是要做环保的工作 不然是要资源回收或是要绿美化或 这种种环保的工作 它有它的障碍 我们社区的障碍 环社你如果由上而下 这好的规定你要做什么 那环社不是要挨的 但是反过来 由下而上 社区里面呢 他又说他要做主要回收 要做绿美化或是要做太阳能 甚至他也可以做小型的太阳能 这种呢 他们发想之后呢 那我们再去做评估 要看他想到这个方式 在这个社区里面 或者说这个地方 可以做不可以做 如果人家可以做 我们就会接纳 如果深夜之后 符合什么样的节能减碳的效益 那我们用金费去补助他 让他去好好执行他 这样就对了 这个由下而上的参与市预算 其实我们政府所有的政策 都是希望民众可以配合嘛 但是呢 有时候我们想的可能像刚才说的 有时候我们跟民众有可能有脱节 那么民众自己去发想 他自己去想出一个政策出来 或是想出一些标准 那么他们会更认真去执行 更认真去做 因为我想的 我设计的 你做经费给我补助 我就认真来做 对 那么这个更贴切我们的民意 所以我们政府在做的事情 其实都有跟民众做一个 很好的沟通的条例 那么刚刚我们说到参与市预算的时候 想要请到我们局长 就是说我们有比较具体的范例 我们以这个北区来说 北区来说有一个振兴社区发展协会 他们就是利用太阳能 太阳能去发电或产生一些能源效益 然后做一个咖啡车 比如说随时移动室 我要去哪里煮咖啡都可以 这样的方式 在他们社区很受欢迎 另外一个大人社区 它做了一个利用灯感 接收太阳能 那这样子的结果 它夜间又可以照明 所以他们那边社区就有做一个 类似一个号称 阿波罗的滚球场 就是说日夜可以打球 晚上也可以打球 类似这样子 那郑爵社区它甚至做到这个绿美化 绿美化做到他们觉得 社区的民众感觉上可以赏心悦目 这就是标准的说由下而上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他们要挨 是 那是说心早以后觉得这样的方式可行 我们要把他补助 给他辅导 让他做到一个成果出来 所以他也乐在其中 其实我们一个人想一个idea 你要想看看 你如果广泛下去 一百的人想一百的idea 成果就很丰盛 我们台南的这个日头庚 像阿卤 我们局长说的咖啡机 是是是 以前你如果要载一个机器在外面 你就要再载充电的 可能你还要再载充电的配备 但是我们现在用这个方式的卫 那么你就可以减少这个开销 其实我们这个日光重组这部份 我顺便议题就是说 包括这个节能减碳 甚至于我们有一些光电的这个规划 以我们凡部局来说 显珠时我们有十二的已经 就是以前在做MID的 那已经封闭了 我就给它重电 重电利用太阳能 显珠时大概我们一年可以产生 一千九百万度的电 一千九百万度 不给台电 卖给台电 当然这样子呢 就可以供给几万户的家庭用电 所以这个是很可观的一个 一个节能减碳的方式 今天你透过我们的这个节目了 民众了解之后 不然这也是一种小确信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去探钱 不给台电来探钱 我也很欢迎 尤其有这个想法 你要做什么样的节能减碳的措施 都会这样的方法 所以我们现在都可以 是 今天你到这个地方 我们民众知道 就是说 我们还可以去申请这种補助 没关系 这个部分呢 只要有人愿意做 我们都很高兴 是喔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节目的人 你就是贪定了 你有机会去 發这个小财 是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节能减碳 我们这个温室气体的这个排放 当然对于我们的環境的污染 很严重 那么就是说这个燃煤 做成我们的污染委员 这是它排炭的一个很大的凶手 是 原先了 那么在这部分 我们市政府有什么管制 说得好 我说得不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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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喔 台南市在这方面呢 一直在努力 包括 我们去年也参加 这边看到 这个就是在韩国有 有开一个国际型的一个研导会 就针对减煤 煤炭的煤 把这个煤炭减少 降下来 那台南市呢 在这方面呢 其实我们这个煤的许可呢 这个量呢 是逐年在递减 我们大概 从之前的两三年前的这样的 到现在呢 大概 平均降了大概40% 也许可它是燃烧煤的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工业用的锅炉 那 截至去年为止 我们把 444个工业用的锅炉把它停掉 因为锅炉它要燃油 也要燃煤 所以与时俱进 对对对 然后另外那个商业用的这个 商业锅炉 大概312座 我们也把它停掉 希望说它改用 比较自然能源的 那用什么一种自然能源 对 包括太阳能 也是 甚至其他的这些能源方式 都可以 最主要还是太阳能需多 或者是说 燃燃等于是选择 不一样的燃料系统 用电 或是 那我们产生电 也可以用电 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我们的排碳量 可以 能够 越来越少 那像这个 就是我们去年 去年参加韩国的 一个研讨会 那韩国 对我们在整个东亚地区 我们的这些成绩呢 他们都觉得很表示很钦佩 这是他送我们的 那只是一个很高的荣誉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呢 台南市在这一块 一直都有努力 而且目前为止 成绩也都还算不错 其实我们台南市 对有这些节能减碳 或是说恐怖的这个議題 我们其实也是走在尖端 走在这个 不要说全世界 我们最起码在台湾 我们是前段班的 我们是前段班的 这个表现得非常优秀 这也是我们民众 我们市民 做市民的这个条例 因为不是觉得政府的这个努力 我们民众也很努力 我们市民的所持也好 民众也很配合 是是是 那么他刚才说的这个探阶楼 我在想 诶 诶 诶 我们政府 民众可以做什么 哦 其实民众 現出就是 我刚刚提到的 用这个参与式的 哦 由下而上 就包括 我们刚刚讲的 不管是你要去做 太阳冷的这些东西 或者是你要去做一些 绿美化的 或者是回收 其实最直接最好做的 你就是最简单 简单易做的就是什么 绿美化 嗯哼 再来是能够去把资源回收 做得更彻底 减少这些热色量去燃烧 是 那当然你如果说 兴趣很高的 你可以做一些什么 能源的开发 不管是太阳能也好 或者是这个 这个风力 当然风力这个 这个规模比较大 可能一般民众不容易做 类似这些 只要民众想得到了 我们都愿意来辅导 是 我在想 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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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们介绍 你要想看 我们有这么好的成绩 这都是我们市民的这些经验 是 除了说是政府的经验 还更是我们市民的这些经验 是 那么我们民众 我想也很希望 跟我们市政府的脚步 跟着前进 是 那么在这部分 就说节能减碳 或者说垃圾的减量 然后资源回收 刚刚刚刚刚刚刚也有说 我们台南市 以前都做得很好 是不是今天 你找过这个机会 跟我们的鄉親朋友 来报告一个 就是说 在这方面 最近还有什么价位 我简单 说明就是说 我们刚才主席有说 我们台南市民的售集 今天台南市民的售集 是一个很好的 而且对环伯的看法很配合 我隔一个例子 我91年做环伯教典的时候 那时候 我们每个人 每个人 每个人 三星的本数 三星的本数 差不多要1.1公斤 但是现主席已经 一直同一直同 跟到现在是 每个人 每个人的垃圾量 是0.44公斤 差很多倍 等于是减半 现在差不多3.1公斤 0.44公斤 所以这个标记 我们台南市民的售集 其实很好 所以呢 燃烧的垃圾减少了 当然这个 碳排放料 就相对的减少 再来就是说 我们的主管回收 我们的主管回收 我们的市民边运 也很配合 所以现主是 我们的主管回收的比例 资源回收率 大概55.9公斤左右 将近56公斤 56公斤 就是说 我们可以回收的东西 才会回收 可以回收 比较少 还是表示什么 这也表示说 我们还有空间 还有空间 所以诸如此类呢 我们希望说 这里可以做好 在这个空气的品质的部分 我也希望说 能够见到蓝天的日出能够增加 现主是呢 我们见到 以这个所谓的蓝天 就是说 我们的污染值低于100 的情形之下 现主是我们台南市 差不多 百分之七十七天 百分之七十七的天数 都是能够看到蓝天的 就是说 空气品是很好的 但是这部分呢 也要我们所有的市民边 因为跟企业共同来配合 包括说 要有的人 这个是 一些燃烧的 烧金座 烧一些在空地上断烧东西的 像那个杂草 对 烧草 有没有 要给我们工业 工业企业 要烧一些工业的气体排放 希望能够给它减量 另外 针对这个民众的部分 我们说 要烧金座 其实环保教在去年 有设一个静圆满的 就是说 专门烧这个 金座 金座 这部分呢 如果我们的市廟 或民众也好 有需要 都可以拿到环保教 我们的 透过我们专用的 烧的这个炉 可以把那个 那个 炭量的 剪滴下来 不然你露天燃烧 那真的是可以蓬蓬 对啦 因为民众 他们烧金座 都是一种信用 是 你说 他说给他做的 收起来 他不知道要拿去那里烧 有时候他心里面会有点 是 担心 你怎么把我拿去 跟本社做的 这个我可以说明 是 像是我们的静圆满 那个楼子 跟本社分开 就专门在 修这些金座 所以也是很 尊重信用 对 也很尊重信 对 包括你的所闻 这些都可以收 对 所以那些是单独的 跟本社分开 是 所以我们的民众 就可以放心 就是说 我们不要在家里面 自己一个人 一楼 在那里烧的时候 就是说 我们集中 環保局去做 他们也更专业 那么在这个 你说静 静圆嘛 这个楼子叫静圆嘛 那在什么所谓 在城溪 在城溪 在那个所谓 是 因为外天的话 有经过这个 污染防治措施 那民众 你露天在修的时候 没有任何防治措施 就碰碰烟 是 所以 是同的 方向 但是它有分开 分门别列 要让新民 我们就是在这个所谓 对 本社就是另外一个所谓 是 所以我们对这些新民 也是很坚重的 当然 因为 環保局 也是顺应允议 是 我在想 市長 会再邀请 我们环保局的环保局长 又回来了 市長一定有 给你很 慎重的任务 这个主持人这样讲 我都压力很大 有很大吗 其实 现实是 我们的环境 在 以台南市来说 大概有几个面向 我们要急迫的 要去处理 其实就是 以前因为 我们的焚化炉 焚化炉燃烧的 这个量 我们现在因为 我们现实是台南市 两个焚化炉燃 都很旧 很久了 很久了 你像 你的成熙就已经有多长 永康也有很久的时间 所以现实是 我们三星的本社 除了家户的垃圾以外 还有一些 事业废弃物 这些量 远大于我们现在可以 可以烧的 这样的量 所以我现实是要处理 就是 怎么样把这个垃圾 能够去减量 同时呢 怎么样能够处理这些 废弃物 特别是事业废弃物 那这部分呢 我们就是说 开始把这些 这些掩埋设施 能够去活化 还是说 我们在针对这个 缝化炉的部分呢 能不能再出去强化 甚至未来需不需要 盖一个 一个更新炉 新的一个炉子 可以把我们的这个 废弃物能够有效的处理 是 为什么要有效处理 原因很简单 如果现在没有地方 去给它烧 那这些数捏 就那些数捏 那些数捏 会去物 去掺耳 还是去增加 就黑白黑 那就变成了 我们的这个 污量 所以这部分 是我急切要去处理的部分 另外一部分 就是空气品质 空气品质 大家都很在意 对对对 虽然空气看不不 或摸不 对对身体的健康 是有很大的影响 影响 所以我刚才跟出租 跟所有的观众朋友 报告 这方面 我是希望空气品质 能够见到蓝天的次数 能够增加 当然这就要用这个 减碳 这个部分去做 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对 所以我们局長 就是说 他上任 虽然是短短的 一两个月 一个月 一个月 但是你看他在侃侃而谈 所以他也知道 他对我们台南市的 環保的问题 即使他都撩肉滋涨 不敢 所以很容易就 顺手的上路 那么我们也愿望 我们台南市的環保 在我们市長黄伟哲 还有我们局長 他现在要依赖 我们局長他的 才华 他的力力 相信我们未来 我们台南市的環保 可以越来越好 希望是这样 也要拜托我们的 所有的乡亲 大家来配合 那么最好我们局長 还有什么要跟我们的乡亲 朋友说 我跟我们的乡亲 报告 这个好的生意 一定要有好的环境 好的环境 就要靠我们 所有的市民 来配合 把我们的环保 越做越好 我们的生化品质 就会越来越好 这是我们的目标 也希望说 大家重重努力 来达到这个目标 是 那么我们今天这部当中 邀请到我们台南市政府 我们环保局的 这个环保局長 谢世杰 谢局长 来到这部当中 把我们的乡亲朋友 来报告 碳揭路 以前我们可能比较陌生 但是今天我们局長 给我们介绍了 我们的民众 对到这碳揭路 已经有一个很具体的了解 而且我们也知道 我们市政府 过去的这个努力 这个打拼 是跟国际接规 可以是国际整齐 我们得到这个国际级的A级 算是A级认证 真的 830 850个国家 850个国家的城市 这是不简单 对对对 我们也感谢 我们环保局的打拼 看起来我们市長的打拼 我们市民 对到我们环保局的打拼 我想我们台南市的环保 可以一天比一天更进步 一天比一天更好 今天感谢我们局长 感谢我们乡亲朋友的收获 谢谢 谢谢 我们下次见 谢谢